這下一代是什麼代替 經濟外套 都收一些 苦行 涅体自己那種苦行 有嗤男生的戒 嗤女生的戒 就是悄悠 悄母 這樣說可以解禱 可以在生平靜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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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 那不行 不可能 最後他的關連 正確 有正低正見 所以他不可能有一個 這就說辛苦裡面有一個話 不可能 所以我們要說 收拖環心見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超過就斷毆一樓 超過了 斷毆一樓 他怎麼又有心見 沒有 同樣啊 佛陀說這個世間都是延期的 佛陀說這個世間都是延期的 既然是延期 沒有一項東西有它的組織 連雙星也是一樣 所以你說雙星有實在的組織 就像說收拖環有心見 不可能 不可能 還有這句 如安拉寒立胎 立胎就是說立無胎 跟大家說 安拉寒說不緩 不緩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安拉寒已經把玉戒煩惱都斷了 我們說三階 三階 你 內心哪有玉戒 你就一定要來玉戒 沒辦法 因為這會勝利嘛 但是安拉寒已經把玉戒煩惱都斷了 他不用再來玉戒 既然 不用來玉戒 他就是都在天堂 都在世界裡面的 救命天啊 社究竟天啊 安拉寒都在那裡 請問 他敢不再來玉戒來倒胎 不會啦 所以不知道叫做不緩 不緩就是說不會再來玉戒倒胎 不會再來玉戒 所以你說 如果安拉寒會來玉戒又來立胎 沒有這種事 二三天 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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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天 三天 四天 四天 對 不錯 我們當時對這三階二十八天有研究 都知道第幾天 真好 其實我們學分齁 有時對這個民善的東西齁 不能太拜天了 一定要 要把他包容 慢慢研究 不能看到就說 哇 這麼多名善 名善 看著就都沒有了解 頭髮都站起來 這樣就打不下去了 這樣打不下去 那比較有耐性 我們對這個文理的了解 這是粗暴啦 對文理的了解是粗暴 不然你如果文理你都閃得不住 你說文理你就打不住 名善你就不知道啊 你背後的那個道理 你會閃得不住 所以 雖然我們說文文解義 不能依文解義啦 這樣也不對啦 但是 你初初如果沒有先按照這個文理了解 你背後的那個道理你也閃得不住 所以 應該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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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意思我們就認識就不知道啊 那意思我們就認識就認識了 那意思就不認識了 意思就不認識了 沒有他的自信 因為都閃閃啦 有 有聲有面 都是閃閃所聲 閃閃所面 都是閃閃 啊 既然是閃閃 他就是無聲 他就是變動的 就是沒有他實在 英雄的自信 哦 後一句 如阿羅漢 三毒 請問 阿羅漢 但又有貪親戚的可能 沒有嘛 阿羅漢 他是斷真三個的煩惱啊 這個貪親戚是完全的斷真啦 不可能又有啊 不可能又有 所以你說 中心有他實在的自信 就只說阿羅漢有三毒一樣 不可能 哦 後一句 如 結凜 菩薩 貪 悔 菲菌 什麼意思 結凜的菩薩 這個禮就是無聲發凜 這個禮就是無聲發凜 這個結凝無聲發凜的菩薩 如果說他的內心 還有 貪心 極夢 還有清婚 還有這個菲菌 這個菌就是解 菲菌就是 荒解 菲解 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 無聲發凜的菩薩 是在那個粗地跟十地裡面 在那幾個 第八個 第八個 真關的境界 那是一個真關的境界 已經知道 你要主法空性 不生不變的境界 那內心是 流流不動 不會再去外境 陰友 不會再給外境 來給他擔 這 這 可以說是境界 這麼高的大菩薩 你說 他內心又有貪 又有清婚 還會 反戒 悔戒 怎麼可能 是絕對 不可能 是不是 所以你說 可以去世間 最新有 為實在的自信 不可能 你看我 每次的 鼻子後面 我都給你加一句 讓你們聽 一直聽 聽久以後 你們就知道 最新無實在的自信 這句 六十六天 每次來第二行 如 呼 煩惱 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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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這個茶還洗好乾淨 你再拿去拼看看 有茶的香氣 你茶都應該 茶味都清出來 還給他洗好乾淨 拼一拼 還有茶的香味 那就是濕氣 同樣 我們從無事夾以來 貪親戚三毒 哇 每一世人都這樣在分 在分 一直到哪一天你煩惱用在斷心 但是那煩惱的濕氣又流滴 又流掉的 你知道嗎 就像說 比如說我們用一個杯子 經常泡汁泡汁泡汁 尼久有的清 你沒有泡汁泡汁洗乾淨 拼起來還有什麼 汁泥味 同樣的意思 這濕氣就是這樣 這濕氣的歡迎 我說兩個禮或三個禮 讓大家聽了 你們就知道 有一次下禮佛 參佛陀 騙作為 立頭這樣叫起來 肚子就有佛陀的 贏到下禮佛的贏 現在為這個天上 在這腳背來背肚子 這腳就在肚子這樣騙 騙騙騙騙騙 跳到這個佛陀的這個 新鞋子的地方的時候 這腳也不覺得什麼 也不會怕 繼續跳跳跳 現在跳來到下禮佛的鞋子的時候 哇 沒筋路 哇 這裡腳這樣 鞋子 那石頭這樣 趕快撥撥撥 不會跑去喔 怎麼會這樣 因為下禮佛 雖然斷 貪心氣的煩惱 但是下禮佛 他過氣勢 把做過 蟒蛇啊 做過 那種 清粉的食氣都很重 所以 這個清粉的食氣 沒斷嘛 那時候 蟒仔來到他的 信仰的時候 感受到那個食氣的氣氛 你知道嗎 嚇到了 不會跑去 所以有時我們人齁 這個慮心齁 慮心 我們要 要訓練齁 要比較 滋滴比較流軟的 重心看到爛了 才不會有感覺說 欸 喔 看到這個人 怎麼有一個 磁場的齁 感覺不太好 這個人好像不厲害 要相反的比較好 從看到都會怕 對 有的人不是說 你磁場就覺得 心目的主宰 這樣 還沒想到磁場 有沒有 有 雖然沒學歳 但是你就有這個感覺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一個食氣 發脆的食氣 就是這樣 那不是這個下禮佛 有一個阿羅漢 過去世 他做緣威 緣威 緣威都有這麼多職業 是不是 在服輸這個緣威 這個緣威 現在一直 輪迴鑽鑽鑽鑽鑽 到世上後的時代 這個緣威 他就怎樣 會進去阿羅漢 他 這個緣威 國旗 我早就黏不出來 這是黃麗的緣 他說 碧琳 切鑽鑽鑽 這個阿羅漢 這代理要怎樣說 當然 沒得理會回來 他有一個專門的石器 他有一天要過一堆河 你知道嗎 河 都有那個河神 他阿罗阿罗神通啊 他一看到这个河神就是 他过去世的渣母甘啊 他就说来小鼻把河水断开 他要过 你知道吗 他叫这个河神 他不叫他河神 他说来 谢谢渣母甘啊来 把这个河水断开 我要过 哇 这个河神是站住 他就去佛道面前说 佛道啊 你的帝主 还怎么说 我也是心的 他既然叫我说 来 把河水断开 他要过 但是你们想看看 这阿罗神 他真的有心要来调判 不可能 阿罗神的心是无人好的烦恼 阿罗神的心是清静的 他不可能说 有心有这个心要来调判 但是那就是河神 他电线出来就是一个河神 无心吗 但是这个河神就是这样 丢蚌的河神 没法度 因为阿罗神没断这个河神 佛道有断 所以佛道无河神 现在这句说 就好像佛的烦恼河神 请问 佛道有可能有河神 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你说中心有他实在的主性 请不好意思 不可能 这些比喻都很有意思 会说如梦架电线 梦架就是青霉嘛 对不对 请问青霉的人 有没有办法看到中中的这些泄水 泄水 有没有办法 不可能啊 青霉的人 怎样看 都是黑黑的 对不对 看不过 所以你说 青霉的人会看到黑色的 或不 会看到白色的 青色的 黄色的 黄色的 哪有可能 同样 你说中心有他实在的主性 没有 如立别人定 出 立室 这别人定 是性价照法度收的这个定 这反忽外度都没法度收 因为这个定是 无料的定 这个定没有到烦恼上映 那如果反忽外度不断烦恼 所以反忽外度 不可能来收这个青霉的定 这个定只有性价才有法度收 信价 啊 一直到三个的性价 这个定才有法度信价 你超过二个又没法度 超过二个又要信价 这个不信价没法度 要立这个不信价啊 这个定 它有一个跌室 什么跌室 这个定要关情